朋友们,还没开始养鸟的千万不要养了 因为这玩意了吧,它真的会上瘾啊 你们看,不用我说,知道我手里拿的是啥了吧 我前两天无意见逛到的 这个颜色的牡丹我找了很久啊 结果嘞,就冲动了 现在又多了一只鸟了 哎呀,只要是我下单的时候 有个人劝劝我该多好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既然买都买了,咱们就一起打开看看吧 说实话,这个颜色我还是前几年见过 这后面一直找了好久 今天终于圆梦了 给你们看看啊 有没有认识这个色的 朋友们,赶紧公屏上敲出来 我看看有几个实货的 快来小伙子我看看 其实我刚刚在楼下已经看过了 这个快递员当着我的面给拆了 搞得我连开箱的惊喜都没了 满堂红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我特意选的一只不是很红的 很红的那种有点欣赏不来呀 还是这种稍微比较红的 看起来好看一些呀 都好好的 眼睛也没出问题 只是这小伙子有点受到惊吓了 锁在我手里他都不敢动 看这颜色 帅气吧 好像还是一只蓝瑶黄桃便衣的 并不是普通黄桃啊 这次的快递特别快 走了一天半就到了 这小家伙也没遭什么罪啊 看起来特别干净 而且特别精神 这个蓝粉里放眼药水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了 看来这个老板是个实在人啊 知道牡丹的眼睛很容易出问题 这家伙怕的不得了 把自己给盖起来了 那就给他盖住吧 咱们把他拿下去给他喂来了 应该是恶惨了 快来吧 到家低顿的来 咱们给他调吸一点 然后里面放些电解质 既解渴又管饱 还要恢复精神状态 等这一顿消化完了 就可以喂正常的浓度了 今年好像还是第一次养牡丹啊 不得不说 还是牡丹喂起来省心啊 比玄丰好味多了 他那个嘴巴不会露 而且吃饭的动作也没那么大 再来 这家伙是真的恶惨了 来 好了 给他喂饱了 素狼喂的鼓鼓的 把下巴给他擦一下 是个懒腰吧 我没说错 看样子也就二十天左右 咱们也不过多的去弄他了 把他帮保护箱里好好休息休息吧 读车劳顿的也挺累的 得休息好了 咱们再和他好好玩一玩 这种小的鸟 很容易养亲人的 想看他后续成长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 我会经常更新他的 么么哒 来吧 收拾一下 最后一次帮你们收尿店了哟 两个小伙子 今天要被接走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养了这么久 三条小狗终于给送完了 是吧 去新家了 开心不 小子 这刚刚睡醒 还要发个娇啊 最后再抱抱你吧 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何时了哟 还认不认识我呀 你要记得你的狗命是我救的哟 听到没 他的话都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这家伙特别活泼 很容易哄人开心啊 应该是走哪都容易受宠的那一个 相反 这个眼神不好的 咱就要多盯住他两句了 性格木了 我养了他这么久 他都不怎么对我摇尾巴的 但是吧 粘人还是很粘人 去了新家以后 你这个性格得改啊 听到没 多和你旁边那个学一学嘛 跑起来 尾巴摇起来 对吧 你得学会讨人开心啊 听到没有 这样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一天天吃了只长身体不长脑子 这可不行哦 有个咱们同城的小姐姐 今天联系到我 说是想收养他们两个 已经说好了 下午就来把他们接走 我想也是时候 把他们送去新家了 因为说实话 我怕继续这样养下去 我以后真的会不舍的送人啊 就现在 我都已经有一些不舍了 但是吧 为他们以后着想 给他们找个新家也是对的 总比跟着我强嘛 主要是我养的太多了 一个人精力也有限 怕是以后真的顾不顾来呀 能够短暂的相遇 已经是填他的缘分了 走之前 让他们再吃点好的 这个肉是真的香 但是我也没有经常喂 因为它是毛条 我查了一下 小狗不能吃太多了 我都三天两头 给他们吃一根 他们特别喜欢吃啊 只要闻到了这个味道 他们根本没办法抗拒的 慢点慢点 我头的两个吃坏了 吃两根就差不多了哈 一人一根 这这这 我太喜欢看他们吃东西了 怎么可以吃得这么香 没了 最后一点了 先到先到哟 不知道以后你们还有没有机会 吃到这么香的东西 喝就不要了 已经挤干净了 你们看 还想要 跟我面前面蒙来了 不吃了 不是说我舍不得呀 这玩意儿你们是真不能多吃 这新家乖一点哈 还有你 你们两个 听到没 这怎么突然还有点伤感起来了呢 为他们找到新家应该高兴的呀 来 让我再回味一下你这个眼神 嗯 不错不错 老样子 没骗了 你来 我看看你长重没有 哎呀 别动 过来 拎一下又不会少脱肉 这家伙 你们看 从这个眼神就不难看出 他比旁边那只聪明太多了 去吧 哎 干嘛嘞 这怎么还连上拳了嘞 这个鸭子拿去 让他们玩一会儿 等会儿他们新主人就来接他了 说是迟那是快 新主人已经来了 走吧 现在咱们给他送下去 两只一起 打包送走 记得要听话啊 两个小伙子 不要太想我哟 让他给他拿奶粉 回家拿了个奶粉 还有好多点狗粮哦 奶粉的是 奶粉老味的 奶粉加狗粮 有狗粮味的吗 奶粉跑狗粮啊 狗粮没得了 没得了我给挖的了 没得了我给挖的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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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像不太适合这种场景啊 忽然之间三条小狗全送走了 这心里怎么还空浪浪的呢 其实为他们找到好主人 应该高兴才对啊 哎 傻意思嘞 哈喽 你也不高兴 老婆被送走了是吧 哈哈哈哈 过来我摸摸 过来我摸摸 摸摸你的狗脸 来 我这个地方啊 只能养一条狗差不多了 因为在楼上 养多了实在是养不下 为什么来福这么调皮 咱还要喂着他呢 这个就是因为 它是我第一只捡的狗呀 实在舍不得送 回家才发现 全是小狗生活过的痕迹啊 这两件衣服也忘了给他们穿了 该给他们穿走了呀 这么可爱 说到衣服 就不得不提一下 马登家的羽绒服和这个卫衣了 最近啊 天气也是开始逐渐变冷了 选择一款好的羽绒服过冬 真的很重要 新国标90%大度棉牙绒 600加FP蓬松度 高于国标中等偏上 而且这个外层面料 采用的是70D塔斯龙的 具有四级防水防泼水的功效 说的在话 不如亲自测试一下 直接把水倒在上面 立马变成水珠滑走了 一点往下浸的痕迹都没有啊 轻轻这么一抖 整件衣服又恢复如初了 根本看不出来 刚刚咱们泼过水 马登加的这个卫衣 也是融入了索帽 调整了轮廓和裁剪 穿起来稍微有点落肩 这样就更适合 大部分身材的亚洲男性啊 材料的话 也是用到了88.5%的棉 和11.5%的聚质纤维 这样就更具有弹性 而且舒适度也拉满 像我平时活动量比较大 那种稍微紧步一点的衣服 是真穿不习惯啊 羽绒服走的也是简约风 没有花里胡上 特别百搭 衣服也是有三种颜色 供大家选择 现在也是双十一活动价 这件羽绒服只要249 而且进到马登店铺 满300还能减50哦 哦对了 衣衣也是有三种颜色 任君挑炫耀 像我这一套的话 只要300多 上身效果是真的不错 而且咱还这么丑 要是给兄弟们安排上的话 那不得摔炸天了呀 链接给你们放评论区了啊 重来的朋友们 一人一个摸摸打 然后再来给大家反馈一下小狗 这个小滑狗坐了几天车 已经到了云南的新家了啊 过上安逸的日子了 其他两条也顺利到家 目前看来 他们好像并不大声啊 这么快就把我给忘记了 呀 这一个个没良心的 不过看起来 他们确实很快了啊 这样也挺好的 祝他们以后苟生幸福吧